这一碗炸的金黄酥脆的大虾盖饭 是大象哥要打卡的美食 店家要求他必须超过店内最好的成绩22分钟 才能算是打卡成功 吃得完 这一碗就不要钱 另外奖励2000日元 吃不完的话 嘿嘿 那就得全额支付店家4500元的制作费了 不过 这对于大象哥的来说 简直就是小case 这炸虾确实需要点技术含量 想要炸得又香又脆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大熊哥没咬一口 还能听见咔咔的酥脆声 这样的炸虾需要经过小火油炸两遍 第一次定型 第二次逼出水分会更加酥脆 而且油炸的时间不用太长 这样做出来虾酥酥脆脆的 连虾壳都能吃 好吗 我大袋数了下炸虾一共有三十根 其实我一直想要弄懂的一件事就是 这个炸虾 风底都是虾吗 还是上面是面 只有下面一小翻是虾呢 照大象哥这个速度来看 根本就用不上22分钟 这个炸虾看着确实有食欲 但是这底下的大米饭 却感觉有点单一 也不说弄点半饭酱什么的搭配 就这样干吃饭 也多亏是大象哥了 别人估计也吃不进去 快点看这个 用时17分39秒 大象哥不负重望 正餐吃完了 买点小零食吧 首先上场的是冰镇小啤酒 然后是油炸串串配着拉面 看大象哥利游未尽的样子 他还能炫 在大象哥炫面条的声音中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待萌月你明天见喽 妈妈哒 I'm not angry 都云